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七元巧合地成为了好闺蜜 好姐妹 茫茫人海 她们究竟是怎样相识的呢 如今快到预产期的好姐妹还是天天腻在一起 她们究竟有什么样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天 像记录你的宝贝人生旅途的开始 同时使用天天圈分享宝贝亲密照 就有机会成为封面宝贝 我觉得特别巧的就是在孕期的一个软件里面 就认识了一个是我同一天预产期的一个女孩 而且我们在同一个城市 知道过我是同一天预产期 我们两个就互相留了一个微信号码 建了一个妈妈群 就又加了一些当地的一些孕妈妈 还是挺有缘分的 有一次我就问她 我说你打不打麻将 28岁的成都姑娘张可欣和好姐妹陈思 都是怀胎九月的准妈妈 两人亲如姐妹形影不离 但是谁也不会想到 这对好姐妹的友谊 却是在麻将桌上建立起来的 可是怀胎九月还天天奋战麻谈 家人能放心吗 喂 我和那个陈思在外面喝茶呢 喝茶 你不能去监视她呀 不能天天去 我的意见是你好好休息 怀孕之后嘛 觉得打麻将 是一个消遣的一个方式 相对于可欣家人的反对 陈思家人在打麻将这件事情上的态度 却截然相反 让人大憋眼镜了 打麻将我非常赞同她 我从来不会不让她去的 能有自己的一个圈子 自己的一些同意 我发了一看 显得你也现在子又是好一些 我说你那个预算 你多久啊 我跟她同一天 哎呀 这么久 我们还是同一个医院 头一个医生 太多的巧合 让可欣和陈思都感觉十分有缘 可唯独就是在顺产 还是抛妇产这件事上 24岁的90后准妈妈陈思 和85后好姐妹可欣 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 抛妇产 我啊 我是想要要顺产的 她打手抛妇产 对 我 我还怕 抛一刀就行了 没那么痛 难道仅仅就是因为怕疼 24岁的准妈妈陈思 就想选择抛妇产 抛妇产是想做就可以做的吗 原来在两个月前 陈思腹中的胎儿 曾经出现臍带绕镜的情况 医生表示 如果情况严重 有可能就会进行 抛妇产手术 如今陈思已经37周了 明天又是产检的日子 宝宝的情况有什么变化 是否可以顺产 想到明天 可能又是自己独自前去产检 陈思的内心并不平静 事情就是永远都是那么巧 我每次产有 我老公能上白马 小孩现在已经是入盆子状态了 95.5 因为现在是认证晚期 风险是相对比较高的 好的好的 今天这个胎间不是很理想 胎动少 胎间的边翼有点差 必须去吸养 吸养后需要复查 知道吧 你自己感受一下 吸养的时候 胎儿在动 动的情况怎么样 如果吸养的情况下 它还不怎么动 那我们的考虑 有胎儿在肚子里缺养 不是缺养 就是要做胖子 胎儿不缺养的条件 我们都是鼓励孙残的 医生的话 让陈思大吃一惊 心情立刻紧张了起来 谁会想到 一个普通的胎心监护 竟然发现胎儿宫内缺养的可能 突然出现了意外 让陈思手足无措 第一次感到 一个人产检 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 你什么时候 你等会儿到了 给我打电话 为了缓解心中的紧张 独自在病房检查的陈思 一边用手机打麻将 一边无奈地等待着 丈夫的出现 然后左边的那个抢救室里面 陈思的丈夫小周 是四川德阳的一名出租车司机 得知妻子产检 出现了意外情况 小周赶紧放下所有工作 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之前不是好好的吗 医生他说要综合这个 看到的时候 是住院还是怎么样 听说刚刚37周的宝贝 很有可能会被提前投出 这让准爸爸小周也大吃一惊 如果孩子真的现在就提前投出 宝贝能健康吗 准妈妈陈思又会不会有危险呢 所有的疑问 都让准爸爸小周十分紧张 于是决定下午陪着妻子 再次复查 听听医生的建议 动物需要养怎么样呢 动了有几次大概 有应该有了 没有七八次 还是动的可以 你自己也不要太担心 我们还是去复查胎间吧 好嘞 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啊 你在踩着心跳啊 你自己宝宝的声音 你从来没来听过吧 有时候我上百般 我确实没法 一起去完成这个残检 七点钟的样子就走了 我们八九点钟我才残检 你自己觉得肚子有发紧 或者是痛的情况 要跟医生说 知道吧 没有就是 就只有 有时候发音 那叫假性动作 如果一阵一阵比较规律的话 必须得说 太熟了 十五过来的 今天下午你看 一次胎动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这几次全部都是打标的 知道吧 这个代表着 小孩在肚子里边不缺氧 这个胎间不好的情况 我们就要求你 隔天复场一次 东西的话 尽量清淡饮食 少吃多餐 他就想吃火锅 他就想解下嘴馋呗 就是什么 偶尔吃一次 我是没啥意见 虽然最终只是虚惊一场 孩子并没有宫内缺氧的情况 但是到了孕晚期 情况随时都在变化 而折腾了一下午的准爸爸小周 又开始出门工作了 但是每次 只要他上夜班 陈思总会给他指派任务 让小周又无奈又头疼 我饿了 我想吃烧烤 你又吃烧烤 不行啊 宝贝 那又不是我要吃 是你要要吃的吗 我的宝贝根本不想吃烧烤 是你自己想吃 你怎么知道 别人不想吃烧烤 别人可能就是想吃烧烤 等着那孩子 随便怎样吃 我想吃怎么办 问题是 吃水果嘛 加点餐 不行就要吃烧烤 不给我买烧烤 我回来 你就不要回来算了 他就不同意我吃 肯定心里就不高兴嘛 我的原则就是不能吃 的东西 间接就不能吃 你爸爸简直是太要不大 我就想吃烧烤 你爸爸就是不给你带 不要他回来了 我就是外表成熟 就是我内心一点都不成熟 像个小孩子 老伯 没烧烤了吗 西瓜 西瓜 不能吃烧烤的 有原则点好不好 谁说不能吃烧烤 医生说不能吃烧烤吗 医生说了 医生什么都说了 我查理的时候医生没跟我说 不能吃烧烤 我现在几个月来还不能吃烧烤 咱们的宝贵 不能吃 吃烧烤 哎呀 我想吃烧烤 我就想吃烧烤 我就想吃烧烤 除了吃烧烤 你什么都可以吃 那我意思是 我就想吃烧烤 不想吃其他的 那我吃什么 我就想吃烧烤 我要说什么 就是说什么 完全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 有时候遇见一些事情 还是就能马上给你 记得了一种 中国人都在吃烧烤 就我不能吃烧烤 是不是 不行 坚决不行 我说了 那个烧烤怎么就不能 有那个自然 自然可以叫 不要放自然呀 吃一点解一下馋 这个都不行 准爸爸小周上门 夜班回到家中 已经是凌晨 因为没有给妻子买烧烤 小周遭到了妻子 更加强烈的抱怨 出去就出去 你不要进来 你今天晚上就睡外面吧 准妈妈陈思 原本是湖南人 十几岁就外出打工 直到和丈夫小周 相识相恋 生活才逐步稳定下来 而陈思的丈夫小周 则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 为了给妻子 和即将出生的宝宝 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每天小周都要忙到 深夜两三点才回家 丈夫的辛苦 让陈思感觉十分歉疚 但是为人父母的责任 又让他们不得不 面对生活的重担 辛苦 我 就是能感觉到她的辛苦 上班的途中 开车我都会想到她 她会等我回家一起睡 然后早点把晚饭吃了 别弄了七八点才吃晚饭 然后涂牙一下 嗯 好 就是因为她 她上班一天太累了 但是她不会在我的面前去流泪 她不想给我再增加一些 思想上的负担 可能说想来 成了之后吧 我就打算换一份工作 这边陈思一家刚刚恢复了平静 那边张可欣一家又热闹了起来 早上刚刚吃完早饭 陈思就接到了张可欣 匆匆打来的电话 张可欣腹中的宝贝有动静了 可能就要生了 这让陈思又欣喜又潮急 催促着老公赶紧开车 送她去看看 这位和自己同一天 预产期的好姐妹 陈思和可欣的预产期 都是2015年6月27日 可今天才刚刚38周多 可欣就出现了临产征兆 让陈思十分意外 既担心从此没人一起打麻将 也担心自己的宝贝 什么时候才能有动静 两位同一天预产期的准妈妈 能否在同一天 等到她们的小宝贝 只剩下短短十天的待产生活 她们能否老老实实在家待产 停止打麻将呢 她说她好紧张 都冒汗了 她就说她那个有点宫缩了 肚子痛了 因为她那个婴儿 期待绕舟嘛 然后羊水又有点缺 她就肯定紧张上 我那个时候期待绕舟 还不是多紧张 她都要生了 我要说 我们什么时候再打一次麻将呢 就是她这种情况 怎么打麻将啊 她现在都有痛了 应该就快快要生了 我又想我什么时候生呢 不会我的吧 要被遇一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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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期机提进来 可惜呢 在屋里来了 你现在怎么样了 我刚就一直观察不到她胎动 然后就把我给紧张了 然后紧张到额头都一直冒汗 十分钟 你老公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我老公从小没有胜过 搓舌教育 不过对她照顾的无微不知 她从小生活的一帆风顺 所以她不是很成熟 有时候做事情挺幼稚的 我早上八点就发现这种情况 我谁打电话都没说 就跟你们讲 因为我实在太紧张了 不跟你们说的话 我自己就觉得紧张了 又形成又紧张 对 又形成又紧张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一直在想 哎呀 搞瓣了 搞瓣了 因为现在我这种情况的话 可能一直都没开 因为没有经验 也不知道应该咋办 然后我就在这坐着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 怎么办呢 就只有观察 我就随时拿着手机 在那儿记时间 算了我不应该跟你讲 要不你都紧张 我不紧张 我就想到快点出来 那你这两天情况咋样啊 昨天洗头发的时候 不就是平躺在那里 然后小肚子又胀了 而且又感觉有点痛 你只想说 这个情况和我公说痛很像的 所以还是要多注意 你看你现在和我月份一样的 我们俩同一天预传期 现在我们就比谁生的快 这些那天打麻将一样 看你们谁跑得快 一般跑得快的都不是我 张美还说 你们都要生了 第二天谁给我们打麻将 宝贝有了动静 按理说 第一个通知的应该是丈夫 可是可欣却没有告诉丈夫 反而第一个通知了自己的好姐妹 准妈妈陈思 可欣的丈夫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为什么妻子有了公说要生宝宝呢 第一个通知的人却不是她 准爸爸小熊 今年29岁 比妻子可欣大一岁 但是在可欣看来 丈夫虽然年龄比自己大一点 心里却比自己幼稚很多 来了来了 是我们唯一的争吵点 基本上就围绕着这个模型 在争吵 很痴迷 她摆着呢 我去看她 就感觉她还在动 她就说哎呀 反正我没钱了 我妈也会给我 就是这种感觉 最高的一年将近一万 有的时候说这两句话 有一点力不通信的 就支持她买这些东西 当时她的信任卡 全部拿来买这些东西 没有结婚之前 我一个月可能能买十个 现在一年可能就买一 大部分的钱在家里面 然后会给她买 可欣是土生土长的川妹子 又漂亮又能干 丈夫小熊 则是随父母一起来到 四川的东北人 父母从小的宠爱 让准爸爸小熊 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年近三十 却还沉迷于玩具 模型的泥沼之中 不能自拔 成长经历的不同 性格爱好的差异 让这对小夫妻 在一个又一个的摩擦中 慢慢融合 甚至连这个宝贝的到来 也是经历了一次次 摩擦之后的结果 占本经历跟我说 我先告诉你 我不要小孩 他说你能接受 不带小孩结婚吗 他说他能接受 我说你爸妈能接受吗 他说也能 我接受不了 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我当时我都跟我儿子说了 你要如果你们要是 不生小孩的话 我就把房子全都卖 一套都不留 虽然在结婚之前 可欣就强调 自己不想生宝宝 可是改变 却在不知不觉中 悄悄地到来 我最后决定要去 带小孩的时候 第一个是 我跟他的感情 比较越来越稳定 还有一个就是 特别想满足 我婆婆一个愿望 那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 我说老公 我好像怀孕了 哇 就这样的 怀孕了 怀孕了 我心里都很想的 特别激动 我说怀孕了 怀孕了 怀孕了 这下我妈就高兴了 你猜到了 它是真的假的 我是真的假的 它是真的 虽然如愿怀上了宝宝 婆婆却又提出 一个新的要求 让可欣备感压力 我婆婆也会 无意之中地说 以后你是女孩 我就帮你带 生男孩 你们就自己带 有生之年 包一个女孩 就包个女孩 你知道吗 真的就因为这事 心理压力特别大 就特别想要女孩 我就老是去医院检查 疯狂的状态 自从怀孕以后 可欣的衣食起居 都是婆婆照顾 眼看连预产期 只有十天的时间 可欣的心情 也越来越紧张 因为上一次产结 就有羊水偏少 期待绕境的情况 能不能顺产 胎儿的情况 能不能好转 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我知道羊水偏少 我说 他说完之后 晚上回家 我就问他 真的哭 他说不能顺产 他说我也很紧张 他说 只要母子平安就好 他说你别想太多 现在医学 这么发达什么的 眼看只有十天 就是预产期了 可欣的父母 也从外地赶了过来 因为母亲是学校老师 每年六月 都是最忙的时候 尽管可欣分娩在即 母亲也分身乏术 但是听说 上一次产检的情况 不是太好 母亲还是匆匆赶了过来 礼拜五带她去 这次做的产检 好像说 期待有点绕紧 期待绕紧 还有点羊水 有点偏少 就我听了一惊 人人顺产尽量顺产 所以 好像我们现在 也挺担心 他这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能够自然生是最好 但是现在如果是因为 羊水过少的话 为了保证小汉安全 可能就破口 期待刚好搭在 那个脖子那样那种 他说 这个倒不会影响顺产 就是那个羊水偏少 羊水偏少 他说怕缺氧 就来不及抢 就是啥 他说 有可能要去跟他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母子平安 父母的探望 让张可欣 更加的安心了 想到还有十天 宝贝就要到来 张可欣是又急又兴奋 但是 就在夜幕降临之后 意外还是 不期而至了 张可欣 突然提前破水了 之前的产检 就说可欣有 期待绕紧 和羊水偏少的情况 这会影响到宝贝的顺利出生吗 小宝贝会在这个夜晚提前到来吗 2015年6月17号凌晨2点 就在离张可欣预产期 还有十天的时候 一阵突如其来的疼痛 见他从睡梦中惊醒 宝贝要来了 一家人来不及收拾东西 急匆匆地就赶到了医院 逐渐强烈的公缩 让可欣越来越难以忍受 看见妻子如此痛苦 准爸爸小熊 也束手无策 心急如焚 就是两点钟的时候 突然喊我 我就一会儿就跳起来 跳起来之后 就看羊水已经漏了 这么大一摊 剧烈的公缩 让一直希望能够顺畅的可欣 也开始动摇起来 但是为了大人和孩子的健康 医生还是需要给他 进行一系列的检查 只要胎儿没有宫内缺氧 和氧水偏少的情况 医生还是鼓励可欣 坚持顺畅 那要是五点东西 才能吃出来 还可以吃菜吗 四的顺畅吗 花儿没生出来之前 都要吃菜 在吃的过程中 我们要关上大战 一个是工作 还有一个工科技術情况 还有一个是贪心情况 这三方面都要 能够在正常单位 才能生得下来 行 行 行 好的 真的是在生完的过程中 一个就是 分分别生别财的过程 还有就是 签很多字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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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她疼 疼都不行了 从凌晨两点 匆匆赶到医院 到凌晨五点 公口已经开到了四指 因为可欣的痛感 十分强烈 为了帮助她减轻痛苦 放松心情 医生决定 给她注射 无痛分娩针 我辛苦都不说 看她在那叫心里 我心里 她有点难受的 儿子非常着急 她没有说句两话 她对她自己来说 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好痛啊 我可以加点麻烦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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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率快的话就快了 那这个弯道会有很多 你知道吗 走回去 好 经历了整整五个多小时的疼痛 可欣的公口 终于开到了十指 这也意味着 她即将被推进产房 进入第二产城 不能陪伴进入分娩室的 准爸爸熊世新 内心格外煎熬 等待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牵动着一家人的心 我觉得现在特别着急啊 就这样的 我生怕 你说她里头 没人帮她或者什么的 就特别着急 入分娩室以后 差不多是七点半的样子 因为那时候 产妇一共口已经开拳了 她已经有很明显的变异感 就是已经进入第二产城了 她的会员条件并不是很好 不是很理想 但是她的意志很强 她进去了快一个小时了 因为可欣父母家离医院 有足足两个小时的车程 准爸爸天亮之后 才通知岳父岳母 等到可欣父母赶来 已经是早上八点 而此时 可欣已经被推进了分娩室中 出来了 出来了吗 什么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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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产妇 从入院以来 她的工数就非常强 差不多是一分钟一次 每次也能持续 持续五十秒到一分钟 产力是非常强的 昨天晚上两点多钟就发作了 今天早上七点半才进去 现在我就没 在路上多指振啊 想心里边一定要喜欢母子品啊 我说一定要母子品啊 生出来了 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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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女孩 生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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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说是男孩女孩 她说等一会儿 生出来了 生出来了 抓好你看看你们来了 就生出来了 就是就是 从工口快全到第二产层结束的话 总共就一个小时 而且现在小孩的反应情况都很好 大人的触觉也很少 伤口也很好 不知道 现在她说真的没说 没说 我今天一个感觉好像就是女孩 现在要处理点事情 必须要处理她 要处理她 快点快点快点来 几斤 哎呀好白眼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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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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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说对了 我说对了 她还真的小眼睛赖 我的感觉很好啊 我跟你说 我的感觉很好啊 我跟你说 哎呀我终于可以抱她女孩了 真是 奶奶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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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奶奶你知不知道啊 小苏苗 哎呀 哎呀 可欣生下了一个小女孩 让婆婆终于得偿所愿 兴奋一场 而经历了整整一夜的煎熬 容生爸爸的丈夫小熊 也突然体会到妻子的辛苦与不意 嗯 想跟媳妇睡了 媳妇辛苦了 真的 挺感谢媳妇给我送了一个天使真的 经历了整整一夜的煎熬 张可欣终于平安的生下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公主 这让一家人尤其是婆婆的欣喜之情 抑郁眼表 得知和自己同一天预产期的可欣 提前十天生下了小宝贝 陈思是既高兴又焦虑 自己究竟还要等到多久才能生呢 她能否像可欣一样顺利的生下小宝贝呢 听闻可欣提前十天 顺产生下了一个小宝贝 陈思也十分激动 想到自己也会随时分娩 陈思决定和丈夫小周 最后再吃一顿重庆火锅 一来几个嘴馋 二来看看宝贝能不能被蜡出来 这么蜡爸爸四六点吗 好像在动了 嗯就是在动 可能有点辣 可以满意吗 可以满意啊 今天是陈思三十九周产检 因为之前的产检就不是很顺利 今天的检查依然让陈思心情紧张 希望一切顺利能够顺产 没有期待肉粥吗 肚子上是把所有的位置打开 绕有一点粥期待 嗯 现在台阶还可以 但是你这个有一个问题哦 现在看到这个STAR 既在那个绕摊腹部一周哦 在腹部上弹了一周哦 嗯 这个风险 生产的风险要大得多了哦 心里烦躁 他医生说这个生产风险大 不建议生产 不想听到这个我还是想生产 绕顶的风险绕一周我都可以让你生产 但是要腹部的话 因为腹部毕竟比那个紧 它要大一些嘛 宽的多啊 宽些 这个一周的话那个风险大 那边可欣顺产生下了一个小公主 这边陈思再次产茧却遭遇不顺 极有可能面临偷腹产的可能 虽然呆产是叫我偷还是叫我顺 你这个过去的话我们要监设台心 台心好的话可以让你试一下 如果到时候在顺产之前 如果工作已经很好了 在顺产之前这个胎儿动了 绕出来了你可以顺产 如果继续再咋个段 造成两圈咋可能再让你顺产 这个风险好大哦 我建议你要住院待产 医生的话让陈思和丈夫心乱如麻 究竟是继续观察等待 还是住院待产 年轻的准爸妈不知所措 心情复杂 得知宝贝的期待绕在了腹部 陈思急得泪眼汪汪 究竟是在等一等 看着宝贝还能不能绕过来 还是直接选择抛妇产呢 准妈妈陈思心急如焚 和陈思同一天预产期的好姐妹 已经顺利的产下了小宝贝 陈思还要等待多久呢 她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欢迎登陆独家视频平台 腾讯视频观看节目完整内容 因为丈夫小周的父亲已经去世 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全家平安 听说宝宝期待绕腹部一周 陈思的婆婆十分担心 一家人商量完 决定还是听从医生的建议 提前住院待产 一家人在买到一周 一家人在买到一周 还有家人在买到休息 还有一家人在买到休息 晚晚要去学试的情况 因为如果说实话 生回家的食材 大食食材 防茜相对要增加 现在隔岛的菜做出事 对妈妈的孙三亚消息 肯定都有 说实话在买到分辨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白痕之光就不能出现白痕人生 如果一家发生白痕人生的话 风鞋比较大 你放轻松嘛 你说嘛 你放轻松嘛 这样子 虽然说有这些风鞋但是不一定 放在你身上 你要想 所以我是气死啊 你为了保保你牺牲这么大 是不是嘛 好 嗯 好 嗯 随后啊 这光来问你为了等啊 你都说 放在发生的时候 一开始你就从院子来开就可以了 哦 很轻松看 嗯 虽然已经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是真正要被推进手术室 进行烘腹缠手术 还是让陈思紧张地大哭起来 不怕 什么不怕 什么不怕 我跟你说好 你听我说 你不能紧张 紧张就要影响收拾啊 不要紧张 紧张有点出血 对吗 紧张有点出血 对吧 有什么怕啊 现在 不怕 不怕 你来说 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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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 就是特别担心她婆婆 就是刚才她哭了嘛 心里挺难过 挺 挺心疼的 然后就是 又兴奋 孩子马上就可以见到孩子了 你们看这些人都不想购乱了 也不像是 但她的女性都不想购乱了 可能是在这个地方 尊重了 没有了 是 把她的女性都不想购乱了 可爱是 对吧 很有趣的 很忧伴 非常熟悲 很償悲 你 男孩 男孩 哎呦 终于睡了 你终于睡了 想到撑个宝贝 一号一号走 嗯 车也起 车也起饭了 车也起饭 车也起饭 我毛鸡时间没有 要饭 要饭 嗯 老婆 你不动你不动 开心吧 看 男孩 这种式的日子吧 嗯 开心吧 开心 皮肤好白 嗯 痛不痛 打伤热气 你们要来拍摆呢 嗯 拍摆 谁呀 拍摆跟我毛鸡老是没有的 啊 拍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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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这个 好 看你这个发电来的 拍摆 拍摆 我把你打电话 打椅子没人接 把你做了来 打起来 先带着妈妈 这就这么脾气可的 怎么在呢 我再看 上网上 我出来的事 你清不清清 什么都知道 而且 一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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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觉是 男孩女孩 我说感觉是个儿子 然后回来 就有些人说 是个儿子 真的是 我有点不敢相信 我躺在她的手术上 她们跟我发好像麻药 她一直发 一直发 有心的还是 一直抖一直抖 起来她的回忆 对不对 你拍一张她的照片 发个捆的圈 挺紧的 有心的 这个吃饭 这个杀好了 这个杀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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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